接着继续带您来看到 县议员陈美莲针对原住民传统智慧专用权 秀林和平避难所的议题提出相关质询 希望县府各局处要做好整合连结的工作 让避难所发挥更大的功能 原住民族的传统智慧 例如图腾、神话、歌谣、雕刻等 经常被拿来当作是创作元素 但很多都没有得到授权 县议员陈美莲就针对原住民传统智慧专用权 希望县政府相关单位更要知道这条例的内容 另外对于美逢大雨、秀林和平地区就成为孤岛 成立避难所人员编制可以检讨相关的方式 传统智慧创作专用权的部分 很多的一些单位甚至我们花林县政府不了解 当你使用到我们这个专用权的时候 是一定要授权的 所以今天借着这个咨询也让我们县政府了解 当你不管是做活动、舞蹈或是出去展演 或是任何需要用到原住民的元素的时候 请你们一定要授权 尊重我们原住民传统智慧创作权 我想还是以孤岛中的孤岛和平村 这样碰到一个复合性灾难的时候 该怎么解决它的弱者安置的问题 还有他们医疗护送的问题 还有军力派驻的问题等等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们这个 绣灵湘这个重灾区的地方 还有你安置的这些病难所 适宜不适宜的问题 适合什么样的灾害可以在这个病难所 还有你收容人不足的部分 你要怎么解决的问题 突然的这个有病患 因为你在收容的时候 这个病患突然发生一些 这个医疗上的问题 你要后送 你要怎么样来照顾 要怎么样来协助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和平村 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陈美莲强调面对灾难来临之际 要做的工作很多 希望县府团队能够领定更好方式 让民众安心 借刘明胜花莲市报道 请来 民众安心 和 ganhar赠注 请量 别光纱 或赠注 请 definitions